暑假出国写拼药品不小心买太多 想上网卖可能触犯药事法 台中市实案处从去年到今年5月 共查获了133件违规贩售 处分351万元 其中维生素件数最多 提醒民众不要任意在网路贩售药品 以免得不偿失 拖着行李出国去 来到暑假旅游忘记 出国绝对少不了伴手礼 其中眼药水、营养品也是很夯的选择 药啊、东西室啊或是什么 重点就是药品类似的 都是我拿自己用的 像我去美国的时候 我会买一些像那些维他命啊 或者是乳液那些 都是自己用的 或者是给家人小孩用这样子 回国带点伴手礼 送礼自用两箱仪 但不小心买太多 可要注意不得在网路或其他管道贩售 否则小心挨罚 统计去年1月到今年的5月 那网路贩售西药相关产品 违反药室法案件 总共有133件 那行政裁法的105件 总共处分351万元 那另外也有查获验出一些 含壮阳或减肥成分的 等情节重大的 那我们有移送法办 贩卖未经核准输入的药品 依照药室法规定最重可煮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自用药品的限量标准 然后它都是有明确的规范 那比方说 你这些非处方的用药 那每种之多就是可以带12瓶 或者是每盒每罐 那合计就是不超过36瓶 祝国写拼囤货 网路贩售 小心可能触法得不偿失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